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 但是可以在古装剧里过一把瘾 和其他角色不一样 帝王作为封建社会 见过最大世面的人 九五之尊的感觉 不是一般演员能展现出来的 放眼娱乐圈能把帝王演得地道的 也就那么几个老戏骨 陈道明 陈宝国 娇晃 都是非常成功的帝王专业户 天生自带帝王气质 不过这三位演过的帝王角色合起来 还没有唐国强多 唐国强对帝王角色似乎有执念 任何演皇帝的机会他都不放过 已经成了演艺圈的一大bug 只要选皇帝角色 优先考虑唐国强 今天就来看看这位过足了皇帝影的 国家一级演员 都演过哪些皇帝 从2006年 封神榜之凤鸣奇山和2009年 封神榜之武王伐咒的原始天尊开始 按角色时间顺序下来 唐国强的帝王角色有 东周列国中的郑庄公 1998年的战国红颜中的勾建 2006年电视剧《南岳王》中的秦始皇 汉代有2006年 招军初赛中的汉元帝 2006年 胡家汉月里的北魏太武帝破拔韬 唐代有2001年 大唐秦始2007年 珍贯长歌2011年 鲁泽天秘史中的李世民 唐国强不愧是姓唐的 这不是帝王专业户 这是李世民专业户 2003年 大唐歌妃中的唐玄宗李荣基 2013年 五月传奇中的唐德宗 2006年 大混混中的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 宋代有2000年的 包公生死节中的宋仁宗 2013年 剑园风云中的一代天骄城及思汗 明朝有2001年 大脚马皇后李的皇帝朱元璋 2005年 传国玉玺和2009年 正和下西洋中的朱弟 2003年 永乐英雄儿女中的名剑文帝朱允文 祖孙三代都拿下了 2004年 嘉境风云之乱是情商里的人经嘉境帝 2000年 正成功里的南明龙武皇帝朱玉剑 清朝有2003年 江山丰与秦中的皇太极 1998年 雍正王朝和后面的李渭当官中的劳魔雍正 还有正板桥外传中的 十全武功乾隆帝 当然玉皇大帝是不能少的 他在2010年 西游记里出演玉皇大帝 前前后后演了30多次皇帝 此外还有98 《水浒传》里面的苏氏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 2010年 万历首府张居正的张居正 2002年 绝对权力的靖州是一把手齐全胜 2016 铁血汉将李饰演冯玉祥 2020年在 大唐书回颜真卿 李饰演唐代伟大书法家颜真卿 好家伙 就算不是演皇帝 也要演社会名流 他还是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前前后后演过40多次 毛泽东 一个唐国强 就是中国上下5000年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能让其成为帝王专业户 唐国强出道很早 1970年就进入了青岛话剧团 干了五年话剧 但是最开始 并不是演帝王的 而是战争片 南海风云军人 因为年纪原因 这时候的唐国强并没有和毛泽东很像 反而是一个奶油小生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 就是陈冲形容年轻时候的唐国强的 在1983年的《四渡赤水》中 毛泽东由古月饰演 唐国强演的是卢青松 1990年的《三国演义》之后 唐国强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在1996年的《长征》中扮演毛泽东得到了认可 第二年的雍正王朝再度封神 唐国强开始了帝王专业护模式 平时没开挖掘机的时候 基本都在演皇帝 还有没有唐国强漏掉的帝王角色 欢迎补充